來到第二關,我要尾二的 29 場主合和 要一個切爾達對雷加利斯,要雷加利斯客勝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有點薄 因為它開了一個受釀的讓球盤 但我選它主合和,即是和球也要輸 但賠率上相對也好分,有 4.35 倍 為什麼選這個呢?立即和大家看看 長話短說,切爾達對雷加利斯 兩隊都是中下游的球隊,雷加利斯就差一點 但是看看近況,近況很重要 因為有不同的杯賽要踢,近況其實聯賽看得比較密 看看誰的適應程度比較高 看看切爾達的盤,其實有贏有輸 通常作客的人都會輸盤 近況這兩場贏,但再早一點也輸了不少的盤 看看其實很壞參半 他通常都是要受釀的,大家看到有加好 通常都是被釀那隊的 這場要釀人,要釀人,要釀人 而釀人,其實所有盤都會贏了,你看到這裡輸其實是假的 因為上場是平手盤而已 平手盤,讓球主客和,馬會時刻都會開一邊是減一,一邊是加一 這個其實不當是一個參考 因為他就是平手盤 主場和了基達菲 後面那些,你見到經常都輸球,又有和球 但他受釀那邊始終是贏盤 這場他也是受釀那邊,亦有機會是和球 但我看好他近期,其實他在10月份和了一輪之後 其實是有一個三連勝的 而是兩道對華列簡奴、華拉奧道烈、艾拉維斯等 中游球隊其實都可以佔到甜頭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近幾場保持有入球的 即是他入球數字,每場都有給你看到的 最少有一球 起碼會入球先,你買一對球要贏球 第一件事,你不要管其他東西了 你看他會不會入球 因為近常連回都是不能入球的 只不過他防守很好 所以一定是手禍 或者偶爾有一球,一比零 你真的不要賣他的主客和了 因為他根本的前空也不行 他不能入球就贏不了球 回看次爾達,他常常都有失球 他是不是沒有入球?不是 但你就回這個賠率的直達率而言 你見到一隊是會失球 一隊是會入球 那就足夠了,有四點多倍 你還想怎樣?對不對? 所以看回王宏縱觀這麼多的原因 其實客隊性 我相信不是 去到一個這麼冷的情況 其實機會是有的 不是去到一些 說一面倒刺 但一定是贏了 這個客隊性 給大家第二關做參考 我特別站你的 就想